全油管最快新闻 辽宁四岁女孩露营走势 家长以为被拐骗了 8月25日 在辽宁丹东凤城市 一名四岁的女孩随家人去露营 与家人走势 一开始 家长以为是被拐骗了 在社交媒体发起寻人启示 但等到小孩被发现时 却是在河水中 现场视频显示 事发地是位于凤城市中心村的一片河滩上 有不少车辆停在河滩 选择在这里野餐或者露营 一名亲历者告诉记者 事发时间是8月25日下午 小女孩是随父母来露营的 当时孩子的父母发现小孩走失 便发动旁边的人帮忙寻找 当时在河滩露营的人 基本上都加入到找人的行列中来了 随着时间流逝 小孩一直没有现身 家长报了警 同时找人还在继续 家长认为小孩可能遭遇了拐骗 于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寻人启示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找人行列中来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 小女孩在河流下游被发现 并被紧急送往县城医院进行抢救 据村民介绍 该处河滩并非经营兴致的露营地 因为比较开阔 吸引了不少自驾游的人来此野餐和露营 8月26日 记者联系了凤城市医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8月25日下午 接到从中心村送过来的一名女孩 女孩经抢救无效 已经离世 这则新闻突出了一个四岁女孩 在露营过程中走失的悲剧事件 家长以为被拐骗了 这种误解导致寻人启示的发布 并引发了更多人的参与 但最终 女孩被发现是在河水中 经抢救无效离世 这则新闻强调了 露营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和家庭的责任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